午晚11点半,离今年春运首班列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南战后车大厅里已十分热闹 老乡们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却也归心思见 过年回家,不少人还是大包小包 但这位叶师傅很是潇洒 随身行李只有这一桶路上的吃食 现在就是用卡嘛,对不对 回家,卡一拿出来,搞一下那钱,再给他买一条衣服,对吧 就可以了嘛 随着晨曦见路,更多的人潮涌向了车站 我现在是在铁路上海虹桥站 今天是春运首日 大家可以看到后车大厅里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的旅客 那么根据铁路部门统计 整个春运期间的上海的三大铁路站将运送1315万旅客 尽管人头攒动,但现场秩序井然,忙而不乱 铁路部门已经做好了应急预案 我们会在原有的检票乘车的基础上提前,提前让旅客上车 在列车等 一列前往江西方向的列车开进上海南寨 川渝,云贵,江西,安徽等地都是春运的热门地区 有的旅客只买到了站票 今年春运40天上海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量将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一成 到过年前三天,预计将出现单日近50万人次的出行高峰 随着春运客流增长,铁路部门增开的列车量也将进一步加密 最高要增加 来说既是团聚也是一种离别 春运的人群当中有归星四届长途跋涉的游子 也有短暂见面之后有不得不分别的家人 接下来通过一条短片来判定一下 历年来春运中那些感染的瞬间 2003年1月,杭州春运在车窗玻璃上含一口气 卸下了回家二字 这位江西积水的小春运 想把那份好的心情告诉大家 2006年1月18号,锡客站后车室 一位母亲为了为年幼的孩子把方便面咬成一小钱 孩子却等不及地张大了嘴巴 2008年1月31号,广州 大批乘客聚集在火车站广场外准备进站 一名乘客晕倒在人群中 大家把他抬高救出 2009年1月19号 春党火车站在海上 一位小朋友为母亲擦去离别的泪水 2010年1月30号 一位背负着超大行李的母亲 怀抱孩子在南昌火车站匆忙赶车 2017年1月13号 在广西吴州市腾县路段 女孩小郭绑在父亲腰间 随家人骑摩托车长途跋涉 从广东江门市到广西平南县老家 单程要跋涉400多公里 2017年2月7号 合肥丈夫拓仁琴送妻子到火车站 合肥到宁夏老家有几十个小时车程 这一边可能又要到下一个春节才能见面 拓仁琴不敢看妻子的眼神 突然妻子将她的手拿到自己的脸上 紧紧的贴着 春雨中真正